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杰令鼓是因为这一首主题曲的歌 歌词里面的这两句话而产生的 这张照片是30年前 6月12号在罗伯谷庙拍的一张照片 里面的鼓手是全世界的第一批 二十字杰令鼓的鼓手 他们当年18岁 现在48岁了 杰令鼓的诞生 很多人都说 这个是跟当年事业的那一场 九五有关系 九五是第九届 马来西亚华人舞蹈节 当年办这个舞蹈节的主要的工作 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陈清水老师 我和我的合伙人陈威丛老师 其实都不是搞舞蹈的 可是我们都一起去帮忙做这个事情 那九五就是陈威丛老师给想出来的 那么大家就说 好啦 小曼 你来作词 由陈老师做一首主题曲 那这一首诗曲是这么写的 敦煌舞之古典千年 古夜布细千年 匆匆赐道 舞者情怀的你啊 轻轻抖落一身沙尘 翩翩浮身起舞 某年某夜我们已习惯过节 实际上对于过节 就是过节日Festival 我和陈威丛老师 是都有很深的感情 我们都认为说办任何一个活动 都要办得像过节一样好玩 一样的丰富 一样的精彩 这样这个节才算是成功的 不管是文学节 舞蹈节 或者是传统的节日 所以有了这首歌曲 这个歌曲要上台之前 我还不甘愿 当时画政治漫画的我呢 就在开会的时候 躲在一个角落 画了一幅九个鼓 来伴奏那首主题曲的构想 把那个鼓手的服装都画了出来 后来这样的一个设计 陈威丛老师说他可以做 那就把它放到舞台上而出现了 从那一天开始 本来只是开幕的第一个表演 结果联系三个晚上 观众都要求 这个段落一定每晚都得出现 这就产生了这个冲净九鼓雷鸣 那九鼓雷鸣 产生的作用是使到我开始去思考 我们如何能够创造出一套 能够让我们的华族 能够感思我们的文化的捷径骨业呢 因为九个鼓产生的作用很大 那么文就产生了这个二十四截令鼓 二十四个节气加上书法艺术 把它刻备在这个南方的诗鼓上面 截令鼓就诞生了 不过从四页的九五五到二十四截令鼓的诞生 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我在四页里面碰上的这本诗集 是台湾向阳诗人所解的诗集 诗集春夏秋冬 可是它不是写春夏秋冬 它是写从历春开始到大寒的二十四首节气的诗歌 而且每一首都是用书法写出来的 从这本二十四个节气的诗里面 我就发现到原来税叶的转折是那么美丽的 如果文就说文中国人喜欢画竹 一根长长的竹竿 如果没有那个节 那个竹竿肯定 没有像现在文看到的竹这么漂亮 所以节这个字也是来自竹字头的 所以有了这个东西我想对了 原来二十四个节气是文老祖宗的智慧 就是文怎么过日子 所以就在六月十二号 请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书法家来辉豪 产生了第一支节领鼓队 实际上更早 节领鼓的产生有它更早的原因 就是我和陈伟宗老师从1986年 就开始在推动一些文化 包括中秋演员会 中秋演员会在1986年开始 1987年我们引用了新加坡的诗曲传登 作为一个仪式 陈伟宗老师说 要把这首歌唱成一个节 而我这个上面的一个图也是我画的 就是要牵着孩子的小手过节 我们这样的一种情怀 其实是从小养成的 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愉乐 只有过节的时候 游身的时候我们才快乐 所以很希望我们的日子里面 有很多过节的好日子可过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推动 这个文化的发展 而是节领鼓的创作里面 其实就是一套古业的 懂得过节的民族 才是一个美丽的民族 那么我们也认为说 古业就是节庆的声音 鼓是传统的一个脉搏 如果过节应该是使人 非常非常的兴奋 有一种移情作用 异常的才叫做节 如果跟平常一样的不叫做节 那么过节的文化 它应该有声有色 老少咸鱼 从当古到勤古 过节的古业 就变成了能够惊天动地的一种声响 而使到大家这个过节的情绪出现了 没有想到 当年的第一支古队 在古庙创作出来之后呢 在马来西亚就迅速地传播开去 甚至到后来 被亚洲周康 形容为 经验全球的一个创作 亚洲周康也正说 杰令谷从马来西亚冲到海外 然后还防腐中华 因为杰令谷从这里 传到台湾 传到中国大陆 台湾有十几支古队 中国大陆现在的古队是靠近30支 那么在杰令谷成立了28年之后 来到了2016年 中国传统文化24节期 被中国文化部提到联合国去 那么24节期是中国人通过 观察太阳的周年运动 而得出来的时间知识和他的事件 终于离开了中国大陆 成为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 20节令谷是佛在24节期 这样的文化这个长河上面的一艘船 现在24节期入于水上船高 是我们推动24节令谷更好的时机 而也因为这样 24节期的英文名字叫做24solar turns 才第一次离开了中国 进入了全世界 大家的知识的眼界里面去 20节期不只是农业的一个时间表 它其实深入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活 养生哲学里面去 甚至在歌谣成语里面 比如说这一首 这个20节期的歌谣 春雨精春清古天 夏满满夏蜀香莲 秋楚露秋寒酸酱 冬雪雪冬小大寒 就在这四句里面 把24个节期都包含在内了 在节令谷成立之前 马来西亚的小孩子 包括我自己本身 对20节期都不熟悉 可是因为20节期 现在已经编进了小学的课本里面去了 小孩子都懂这个 小孩子都懂这些 马来西亚的小孩子 全世界懂20节期 比中国还厉害了 那么这些节期的名争 其实春夏秋冬里面 各有六个节期 是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在农地里面工作的人 找出来的一个名字 因为除了时间点 四个例 两个字 两个分之外呢 其他的都是根据温度 比如说大鼠小鼠 大寒小寒 比如说他们看得到的农地里面 夏雨 早晨的白露 酸降 大小 夏大雪 这些东西都是跟龙根有关的 所以20节期真的是土地的 草根的一个名称 那20节期成为 人类非物质文化一场之后呢 实际上它会影响一个文化的推动 因为不只是对这个传统文化的认识 更是推动了 新一代通过20节期来了解 中国人的哲学 中国人的生活 华族的文化 因此 西亚的华人搞20节令鼓 是因为我们懂得用20节气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 所以我们把这个节令鼓搞起来 因此实际上我们海外的华人通过20节令鼓 是替现在中国要推动传统的文化 做了一方能够让年轻人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文艺文化的创意 所以节气在2016年 世界路遗成为人类非遗 节令鼓 全球鼓舞 所以今年30周年 我们就给我们今年的主题 定为三十额立鼓舞天下 简称额立鼓舞 额立你看这两个字 真的就像站起来一样 额立 额立是一个姿态 也是一个成熟 鼓舞呢是期待我们的节令鼓 未来全球的舞台 也是一种精神面貌 所以人家鼓都跟正能量有关系 一鼓作气 鼓舞天下 以前打仗 后面是要雷鼓是进攻的 然后要收兵呢 明罗 鼓是进攻的 是积极的 那从这个三十年里面 我们看到节令鼓的发展 很多的不同的面貌 现在的舞台表演 已经非常的精彩 有各种各类 那么我们经过了新山原创 全国雷动 海外传扬 国家文化 这等等的这个阶段 如果在我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二十节令鼓一当生 它就在中学 然后到小学又上大学 都在教育系统里面 逢波的发展 而且也培养了很多 专业的鼓团 而这样的一个势头 还没有停顿下来 现在我们通过 我们的二十节令鼓全球的平台 已经统计了全球 大概是三百多支鼓队 将近九十八千都在学校里面 全球大概一百三十支中学的鼓队 九十多支小学的鼓队 然后四十多支大学的鼓队 所以节令鼓是学校里面 不只成为课本 还是学校里面的音乐活动 吉利团体活动 团康文活动 文化的创业活动 打鼓成为学校里面很帅的一个团体 所以现在发现到 原来有很多女生喜欢打鼓 所以我们现在三十而立 我们又开始为节令鼓创造 未来雷动全世界的一个新的生态 我们希望节令鼓可以从摸索 走到一个很有体质的 比如说我们希望 在现在的这个手机平台上面 我们继续推展 建立了节令鼓的培训计划 也培养或者是计划去推动 节令鼓手的晋级的考试 像芭蕾舞 像甘情 像小提琴 像台前道 这样的考试制度 使到节令鼓 会变成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的创作的体系 那么我们三十而立之后 文希望节令鼓能够走向更精致的 而在新山作为节令鼓的原创地 文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我已经做了五届了 八年里面 我们就两年一度的国际鼓节 这个鼓节必须成为全球节令鼓 精神的回乡 每次的鼓节 这个对节令鼓手来讲 这是一个情感的回归 上一届 泉州华丘大水的鼓队 即将触发的时候 碰到了台风 飞机起销了 有六个鼓手不愿意放起 他们坐车 从泉州赶到富州 然后自己再买机票 等到文古节要开始的时候 七点多 走进大礼堂里面 叫了一声 小曼老师 泪水就流下来了 很多国外的鼓队 他们来这里参与之后呢 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鼓团里面 他写了很多感言 说这个来这里是一种朝圣 那因此我们在马来西亚设法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期比赛制度 区域赛里面最好的鼓队才来参加精英赛 然后也把国际的鼓队带来 因此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一个 我们的鼓 鼓节的场面 是非常热闹壮观 因此我们在杰林鼓节都有一句话 天下鼓手之一家 我们这个平台不只把鼓队记录在内 我们把鼓手也归纳起来 而且给他们一个族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 宽柔的鼓手 不管他到哪里 他在某一个时候 他是属于宽柔的 他们是天下鼓手的其中一员 他也是宽柔这个家谱里面的 因此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杰林鼓能够在马来西亚成长 建设这里的鼓节 我也希望能够在 风波发展的台湾 中国和新加坡也有鼓节的建立 因此我们今年也在马来西亚 30周年的时候吸引了24家企业 每一家企业每年建筑1万元 而建筑10年 因此未来的10年里面 我们每一年都基本上有24万的基金 来推动二次杰林鼓更健康更蓬勃的一个发展 杰林鼓走过了丰盛的一带 我相信他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 会开花结果 芬芳雷动全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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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